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刚聊的是T-80 我们再来看一个部分 这边看到的是 因为制空拳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蛮诡异的 我们认为制空拳是你空军 出来的时候 可是它现在要部署的 也是防空飞弹 它部署防空飞弹代表什么样的用意 然后这个新型的是三毛矩M3 来自盛老师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我现在刚才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T-80的部分 那T-80UM2 它刚才讲说 它这个射角是120度 那这一次 刚才就怀疑这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是正面打下去的 所以你110度打 没有办法去防卫 第二种就是说 你这个拦截飞弹防卫 不是只有你靠在旁边 这个火箭炮子 这个东西去防卫而已 这APS你还要有精准的雷达 你能够感应到它有来袭 你才能够防卫 那问题是 这个UM2到底 它的那个雷达到底够不堪用 这也是一个问号 因为事实上 T-80UM2 在实测上面 印象中 俄罗斯并没有它真正把它派上战场用 它真正派上战场用 就是刚刚讲到的 这T-80 你现在的意思是不是说 说个怕 说个是 都叫你来 不知道 但是T-80BV 那个在以前是被 在车城战争的时候 是被车城人拿来打假的 就是拿来当玩具打 因为它的那个防御太弱了 它的侧群 随便打随便倒 所以才会装那个UM2的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你也看出来 俄罗斯的坦克的战力 到底有多少 这其实让大家画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那再回来讲那个三毛绝M3 刚刚讲过它是地对空防空飞弹 可是它这次拿出来 为什么 第一 它部署的地方是赫尔松 赫尔松不要忘了 基本上这是俄罗斯 第一个 也到现在是唯一一个 成功完全攻下来的城市 基本上是被俄罗斯所占领的 这是赫尔松 问题是它在领之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那个他的那个赫尔松的机场 结果是被乌克兰的军队轰炸 对 然后又有那个 也有俄罗斯的将军在赫尔松的这个 这个等于是他的保卫战 他防御赫尔松 结果被乌克兰军队反击给击毙 所以代表说这个城市 虽然目前在俄罗斯的掌握当中 可是看起来 岌岌可危的是俄罗斯的守军 所以有这一次拿三毛绝M3出来 这是防空 我觉得一方面是防止乌克兰进一步 再去用空袭的方式去攻击赫尔松 然后打到赫尔松 他现在这个防御上的死伤 那赫尔松的重要性就跟刚刚小方姐讲的一样 其实这连在一线的 赫尔松不能丢 因为你丢了克里米亚就再见了 因为他在扼着赫尔松 扼着克里米亚的抗抗 这个马力波一定要打下来 对俄罗斯来讲 因为你这样才连得起来 那这个连起来 后面才有奥德萨 所以对俄罗斯的战略来讲 这里是不能丢的 所以连三毛绝M3 我如果没记错 这个飞弹过去俄罗斯 也没有正式拿出来过 甚至连有限的资料当中 俄罗斯到底有多少三毛绝M3 不知道 不知道它的实际的状况 所以连这种飞弹 这算是先进的武器 都拿出来守这个城市要用 你就知道这个战况有多么的危险 我们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一段 其实是在克尔松 这一般的民众 他们对于俄军的一个示威抗议 但是俄军却是这么紧张 竟然是开枪 然后造成民众是当场流血倒地 所以你就知道在克尔松这个地方 它事实上是非常紧绷的 而且对于俄军来讲 他们不安全感是非常高的 因为克尔松很可能会再被乌军拿回去 如果再被乌军拿回去的话 这对俄罗斯来讲又是一个挫败 将军是不是要做个补充 我要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T80UM 它为什么被打掉 战车最脆弱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是屋顶 还有一个地方 肚子 战车的肚子是非常脆弱的 肚子是指哪一个区块 就是它这个 特别吗 它战车这样爬起来的时候 腹部会露出来 这里也是最弱的地方 你刚才是最弱的地方 最弱的地方 所以说除了屋顶 还有腹部是最弱 所以说其实乌克兰 它对于这个什么T80UM 这种高科技 它后面有都普勒雷达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都普勒 大家都知道 都听过 那个消防车从很远经过的时候 到你的月经 就声音改变 那叫都普勒效应 就是它会随着空气中声音的传破 来锁定你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都普勒雷达的效应 所以说它为什么在它的后脑勺 又弄两个都普勒 因为后面看不到 有死角 所以就透过飞弹的速率 跟空气所产生的都普勒效应 来锁定它的位置 然后来反击 这算是战车里面很少有 至少我们家没有这种战车 我们国家没有这么好的战车 这个战车算是高科技 可是为什么乌克兰能够猎杀这个战车呢 我觉得从屋顶猎杀很简单 因为乌克兰在很多的战场 它先做了一个战场经营 它不会让你这个战车是平滑 无障碍的这样走 它要让你起伏不断 所以在它的这个腹部露出来的时候 它会在壕沟下面躲着反坦克兵 打你肚子 就是猎杀你的肚子 让你这个战车 即使我说这一次的战争 革命战法产生了不可抵抗的效果 所以说乌克兰的这些步兵 这些拿着单兵反坦克武器 哪怕是不是标枪 是最简单的火箭弹 它会透过地形地物 造成你的战车必须要越好 产生运动效果改变状态的时候 它打你最弱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会知道 它的弱箭弹在哪里 因为这个T80乌克兰也有 乌克兰的当时 它的哈尔科夫的兵工厂 也做了非常多的T80 还外销 还卖给其他的国家 所以它哪里弱 哪里能打 乌克兰人 我相信不见得会比俄罗斯人 来得不清楚 而且因为他们之前 有交战手则 一台战车 然后一张图 告诉你哪边哪边特别弱 其实这一个教育是有效的 我再请教将军一个问题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讲说 基辅宵禁35小时的时候 你当时是说因为他们研判 俄罗斯大概的弹药 那个量大概是35小时左右 可是发现原来他们还有别的 想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进一步看到 抓到了 抓到了什么 我在宵禁的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 嗯 大家都在躲 大家都就是躲在地下室啊 躲空袭啊 怎么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分子 就被发现了 据了解他们查获是有14个渗透组织 组织下面 然后扩充出来的人数有多少 有159个人 哦 原来他们宵禁还有这个效果 这当然宵禁从前 威权时代 我们国家宵禁也是在做这件事 就是潮水退了 哪些坏人就露出头来了吗 就是这样 那当时如果民动都在街上跑 都在外面运动的话 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自己人 哪个是这个间谍 可是当你宵禁命令一下去 该堵人躲起来 可是这些间谍他为什么不躲 他是笨蛋 他不是不躲 他要出来收集情报 他必须要收集情报 所以他就会出来 在宵禁的时候 警察来盘问你是谁 那一问就露线了嘛 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这一次 他为什么可以一举破获 在乌克兰境内 这么多样的恶谍 就是这样 让这些人露出马脚 显现出马脚 那当然因为这些 间谍人员的失能失效 就会让乌克兰的军事的设施 军事的行动更加的保密 因为在战场上 看得到敌人的人 才打得到敌人 那如何看得到 除了透过高科技方式以外 那么传统的间谍活动 也是功不可没 所以消除他 消灭他 也是方法之一 将军再问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这一位 他现在穿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里面的军服 应该是乌克兰的 然后他被发现 哎呀你的证照一拿出来 你就是俄军的忠孝 那像是他的情况 他伪装 然后扮成乌军 这是聖还是宫 这不是害怕 这是害怕 这是害怕 就是他在战场上攻击顿挫 遇到了挫折的时候 因为他堂堂的忠孝 如果投降太难看了 干脆我就换衣服 反正一样的语言 长相也一样 我换成 你以为一样的语言 我跟你讲 口音不一样 就真的不一样 很容易被发现 他就尽量少讲话 他就被抓到 就是说他最后他讲了 他说他并不是当间谍 他是因为实在是在第一线 他不想再帮俄罗斯 实行这种暴政暴行 他干脆就换了乌克兰 阵亡的士兵的衣服 换到身上 然后他要希望来帮乌克兰作战 所以其实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乌克兰 刻意放出来的消息 就是让俄罗斯知道 让俄罗斯的军人知道 你们的作战是不正当不正义的 因为其实真的出兵去打别人的士兵 他的内心的负担会比防守 为国为民保家为民的人 他的负担还要大 因为第一个 我并没有理由一定要打你 所以我这个生命是可以不用牺牲的 可是却为了某些人 他不正当的正义 说是要侵略人家为企图心的 这个开战原因 而去牺牲我的生命 所以他心中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心魔跟心结 会比保家为国守军还要来得重 好 来 尹佑老师 我们来看这个讯息 其实这个乌克兰他们说又传出捷报 那主要是因为俄军他们一个公兵旅 这个公兵旅在哪边呢 其实他是在乌东 乌东的谢维尔斯基 顿涅斯克河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乌东的一个地名很清楚 顿涅斯克河 他在这个地方来修建一个浮桥的时候 说被乌军给击毙了 同个单位还有18个士兵阵亡 还有46个人受伤 我们想说乌克兰真是有 他怎么老是在锁定的目标 然后打到了目标 有这么多领导阶层的 有将军的这个部分 工兵旅在修建浮桥的时候 刚好打到了一个指挥官 这个几率高不高 基本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一次好像乌克兰的部队 这屡建齐弓 他们在这个敌后作战 非常的成功 可是其实我们要想到的 就是第一点 就是说今天我们常常在说 在看这图 俄罗斯好像打进来了 他占领了那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红色 可是其实这些红色 不是他完全掌控的 代表说他的里面 是有非常多可能游击队 或是敌后的一些攻击的部队 他是可以潜入到后方 去进行作战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这一些敌后作战的人员 他有时不只是去进行一些破坏 甚至是有类似这一种 类似的斩首攻击 他会挑你的这些大头 来做一些攻击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 这一个工兵他为什么 我常会说我们看到 打下了谁 或谁哪一个部队出事 有时我们先不说这个道理 死了是谁 我们要先想的是 他的部队番号 为什么他这支部队 会出现在这里 那从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工兵营 他在前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行为 一般来说都是在架 架这种突击用的扶桥 或者是说你要架桥 那代表说原本的桥 应该是被破坏了 所以其实这一些 都在未来的话 在我们未来的战争 很重要的一点是说 我们要看到 当我一个被侵略的国家 我要怎么样 是逐步有秩序的往后退 不是一个溃败 如果你是溃败的话 很有可能是会被 各方给进行包围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破坏也好 或是讲难听一点 这一次我又经常会说 一样是在往后撤 我们可以去看到 乌克兰军他往后撤的同时 他有去做这桥梁的毁坏 让你之后 你俄军在进攻 你不能 不可能那么快进攻 你要叫这个工兵部队 来干嘛过来 至少我可以去延缓 俄军的进攻速度 可是一样是在往后退 俄罗斯军他留了很多的装备 我们上次看到什么在那边 检保大作战 这一个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部队一路走 都一直看到 俄罗斯非常多的装备 遗留在战场 但是我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这些俄罗斯的部队 为什么他没有去放鬼雷 一般我们看到 在这一个越战的时候 美国大兵 拿出一支AK-17 蹦 一下就爆了 或者是说 里面有一些战利品 在拿的时候 应该都会有这些东西 可是为什么 这是俄罗斯没有 有人说宣传战 但我自己认为 最大的问题是 一个是可能 他是仓皇而逃 他没有受过 一个完整的训练 以及那些娃娃兵 他可能 他的一个事关阶层 出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 导致说今天的俄罗斯 他在指挥这场战役的时候 有可能 克里姆林宫那一边 想的是三天打下来 认为想得很顺 可是在中间的指挥阶层 他又是看到 是另外一个状况 甚至是到 最基层的实际第一线步兵 第一线的战士 他可不可以去 完成这个任务 可能在三个地方 看的都不一样 这也是其实今天 我们在看整个俄罗斯 他今天为什么 会出现这么多一个问题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说 你的这些各军 同时发进的同时 你的指挥体系 是不是能够 去做到一个完善 这也是其实今天 我们在看 很多的部队 像解放军 他进行了 全大的一个军改 或者是俄罗斯 之前在2010年 也进行了非常 大幅度的一个军事改革 但是改革的过程中间 是不是让各个战区 会各司其职 中间缺乏了一个 中间联系的一个管道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话 有一些新闻说 普丁开始要怎么样 内部开始要惩处 开始要把有一些人 不能说掉路灯 至少应该是解职 或者是怎样 开始有这些的一些讯息出来了 那这些的一些行动 可是不是就代表说 你当初给我的情报 有问题 或是你为什么 没有办法去贯彻 这一些攻击的命令 导致现在在前线 状况摆出 被游击队这样子渗透进去 那这些游击队的一个渗透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说 只是死了一两个指挥官 我们另外一个要想的是 这些指挥官 为什么都御驾清真 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在司令部 或者在指挥所 他为什么要去御驾清真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呢 这些司令官 他如果不去前线 他看不到现场的状况 所以其实这也是 我们今天在看这场战场的时候 开始要去思考 就是说中间的联系 是因为美军的 所阻断他的一个通讯吗 还是说今天 俄军的指挥体系里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一个原本的 没打仗之前 可能行政单位 大家这个科层组织 要怎么样指挥都没问题 但是真的打起仗来 东边失火 遇到状况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哪边 没有办法再延续下去 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那你的人可不可以去切入呢 或者是你的这些讯息 能不能去做到一个 资讯交流的一个程度 甚至是应急的反应 到最后常常会发现什么 我们在一般中小企业就好了 最后是怎样 老板亲自说 你们不懂啊 我自己去前线啦 我自己讲给你看啦 但是这一去 他一离开了这些相对说 比较安全的可能司令部 警戒比较严的司令部 当他到前线的时候 会不会就刚好 落入了乌军的一个口袋阵地 或者是他的一个包围 或者是他的一个骑袭 因为其实现在的乌克兰 他不是只有拿枪去打而已 他还会呼叫什么呢 无人机 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新武器 像之后弹簧刀啦 或者是这种新型的无人机 他不只是去做攻击 还会去做一些俯冲的一些 直接实体的一个破坏 这些其实都会对 现在进攻的俄罗斯军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假设用企业来看 一个真正好的老门 你就是要有很多的兵 很多的将 很多的主管 去帮你做一个掌控 我们来看 刚刚其实尹佑老师 有提供一个 很好的反向思考的观点 是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拿到那些武器 坦克车 什么各式什么雷达车 通信车等等 都没有你说什么布雷 是不是 或者是有些 鬼雷 那种东西 为什么没有 告诉你为什么没有 你来看看 这一个是乌克兰方面释出说 又有一个开着战车来投降的 那这个人叫做米夏 这个大兵怎么了呢 我的队友都跑光了 刚刚余将军讲说 一台战车至少三个人 对不对 至少要三个人 其他人都不见了 你叫我怎么办 他说其他队友都已经逃跑了 战车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告诉你 我们那个指挥系统 早就已经乱掉了 几乎没有指挥可言 要吃的也没吃的 也没有人来指挥这些士兵 所以我就开着车 我就来投降了 我也不知道说 我为什么出现在乌克兰 我是谁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整个非常混乱 然后呢 他说 如果我想要回家的话 那指挥官会恐吓 你不走我用钱给你打死 他当然想说 我生命很重要 而且呢 我就把你当作是 你打仗的时候 失去的生命 反正是我开枪打你 没有错 可是呢 我就当作你是在 战斗当中的损失 来 国陈老师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认为他们还有心思说 我还要付个什么鬼雷吗 怎么可能 对不对 这个不鬼雷啊 电视电影里面常看到这样的情节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很复杂 因为第一个 他这个不鬼雷需要有专业的工兵的技术 不是随便放什么东西 就会引爆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有充分的时间 做一个整齐有计划的撤退 确保说这个东西一定是被敌军拿到 如果说呢 这个不是一个有计划整齐的这个撤退 或者是安置 被友军拿到 那这个伤 伤比敌军还多 所以不鬼雷呢 这个就是 我们认为说这个效果很大 其实没有一个周密的计划 跟扎实的训练是做不到的 像刚才看到有这个士兵 开着战车 而且我再想一件事 他们连弹药都缺 他哪有东西可以放在那里 然后引诱敌军来啊 对不对 因为鬼雷最少也小到也是要一颗手榴弹 对不对 那也要够用才行 如果说你现在前线部队 对敌接战的时候就已经用完了 老实讲 你也没有那个剩余的弹药拿来布鬼雷了 刚才讲到一个士兵开战车投诚 对 这至少暴露了几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于将军在这边很清楚 战车是不会说单量战车自己行动的 一定是一个排四辆 或者是一个连这样集体行动 现在有办法说 让他一个士兵 驾着一辆战车跑掉了 老实说 这代表说 至少他在连以下的这种指挥管制 已经解体了 都散掉了 连长或者是这些其他长官已经都不见了 才有办法让他开着战车逃走 那第二个是一辆战车上面除了驾驶之外 至少有炮手有车长这些人 那这些人老实讲 现在来的人就有他一个 那这些人呢 可想而知一定已经逃走了 因为战车这个东西就是说 老实讲 要活大家一起活 要死大家一起死 一旦被炮击中 老实讲就是 或者是被飞弹击中 就是大家一起 这个为国捐躯 那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活 而且战车还完整 代表说这辆战车是好的 那战车上面其他人呢 可想而知 已经早就跑掉了 那早就跑掉了 然后他后来发现说 早上起来发现 只是他自己还没有跑 这怎么办呢 所以就跟着跑了 然后呢自己在跑的时候呢 长官也不见了 所以呢 代表说他基层的这种控制 恐怕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 而且第三 那其他的人为什么要先跑 这个我们要解释 为什么其他的人先跑 照理说战车上面有装甲 这个照理是比较安全 为什么其他那些人先跑 很可能是乌军现在的 这个不管是无人机 还是斩首战 还是各方面的伏击 已经让战车本身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待在战车上 或者是在战车附近 对俄军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呢 大家能够跑 赶快跑 好像以前这个美国去打伊拉克的时候 势如破竹 那个时候呢 这个伊拉克的战车兵 也是这样纷纷跑 然后呢 这个汽车而逃 因为他说我躲在战车里 或者是我在战车旁边扎营 这个敌人的飞机 马上就看到我们了 那我们这是很大的目标 还不如化枕为零 大家用跑的 这个比较好 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 这个乌克兰方面 很可能在这种斩首战 伏击战 电子战上面的战斗力 是超过俄军所想象 比如说这个高阶将领 俄方的不断的阵亡 我认为这方面的技术 可以联想到什么 就是美国在打阿富汗的时候 高科技无人机 不断的斩首 前不久呢 还斩首了一个 这个伊朗的 这个高阶的这个领导人 这种技术 恐怕已经相当程度 转移到了这个乌方的手里 因为呢 高级将领老实说 这个在平常 我们常说的 这个部队 就是脚要往下走 对不对 像这个余将军 你当我五四二旅的指挥官 对不对 里面的这个士兵 有弟兄跟我讲说 你当指挥官的时候 很好 很多漏规都被你改掉了 因为你有到基层去看 可是呢 真的到了打仗的时候 这个高级将领 他就有他的职责 他必须待在后方指挥所 接收上级的命令 然后指挥下属的单位 通通都跑到前线 第一个自己很危险 第二个 他自己指挥的功能 可能受到限制 因为他只在那个局部 那现在为什么 他要跑到这么前线 第一个 恐怕是前线的战况 回报已经出问题了 他不到前线 亲自去看 他无法掌握前线的战况 那第二个呢 就是前线的士忌 恐怕就跟刚才讲的一样 都跑光了 再不来高级长官来压阵 恐怕是已经没有办法 制止这个问题了 所以高级长官 必须要经常曝露 在最危险的前线 然后在最危险的前线呢 他必须一定要指挥嘛 那一指挥的话 就暴露他的行踪 而且从他的通讯 里面就可以判断说 是什么人发出来的 所以立刻就被 这个乌方掌握他的行踪 然后就被这个打死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见了 在这个俄军 不管是整个战术的层次 还是这个后勤的层次 其实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 士气有问题 所以高级长官到前线督战 然后指挥管制有问题 所以这个高级长官的行踪 屡屡泄漏 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俄军里面 有俄奸 不要说俄奸 俄奸 就是同情乌方的人 有内奸 同情乌方的人 然后呢 打不下去的 对对对 打不下去的 或者是被渗透的 不断地放出情报 以前 这个我们当过副总统的 有位这个 大家都知道高官叫陈诚 陈诚也是军人出身 他说以前我们在这个 松户会战的时候 汉奸很多 这个我们高级长官开会 就有一堆人 在那边用镜子 一段的反射那个光 到我们高级长官开会的地方 那日本飞机 因为那是好几十年 日本飞机看到哪个地方 镜子有光亮亮的 就是那一个 因为你知道一栋楼那么大 然后你哪知道哪一间 结果他会出现那个亮光 就代表说 他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所以他说这个打仗 抗战 这个民心为重 没有民心就没有士气 所以可见的 现在这个高级长官 二方的屡屡失利 一定是各个方面出问题 不只是说牺牲一两个将军 这么简单而已 来将军 刚刚讲坦克车 有一个小兵叫米夏的 米夏他已经 驾着他的坦克车 逃到了乌克兰来投降了 你觉得这背后 有什么样的讯息存在 我从战车牌排长 一直知道到庄稼旅局长 这个战车有一种东西 如果没有了 这个战车就 就比瞎了已经还惨 叫通信 叫通信 战车每个战车 他们都有两根通信旗杆 一个是对下指挥的 一个是对上回报的 两根通信旗杆 那这个通信旗杆 如果你失能了 没有用了 那这个战车是完全没有站立 那这个米夏他开车 他是驾驶手 他的驾驶手 带着通信头盔 他的通信头盔 可以做车内通话 跟向外求援 两种功能 那车内通话 向后拨 就是跟车长 不知道车长 我要往左往右 我怎么样 然后向前拨 就是紧急的时候 你可以超越 来做无线电机的发射 那这个米夏很明显的 他车长不见了 他的射手也不见了 只剩他一个驾驶手 那驾驶手 其实驾驶手 是整台车里面 最小的一个编制 我们战车里面 是有阶级区分的 最菜的 最小的 驾驶 然后你开车 开了纯熟之后 你去做射击训 你变成射手 射手做得好 才变车长 他是有阶级区分 所以这个米夏 应该是最小的 他应该是驾驶手 当他看车 我们去前面侦查 你负责把车辆看好 好 他一觉睡起来 车长也不回来了 射手也不见诞了 那你说他怎么办 那大家认为说 那战车上面 有时战车上面 所带的粮食 就是一日份 就是一日份 一个战车就是一日份 就是一日份 可他们已经出来很久了 对 他就有带 他的第二日份是从哪里 是从他的牌部 连部那个地方 再给他 可是牌部连部 都已经不见了 难怪那边是抢超市 对 他没有东西 他就是在一日份 他一日份吃完之后 他醒来说 那个车长 你不是去找救援 找这个资源吗 怎么你就不回来了 那我只好剩下战车 还有的油 我尽量往乌克兰开 然后他一边开 应该还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他有数百旗 或是数任何的记号投降 不然早就变成 不然早就被打掉了 不然一部战车 在镂空的装置下 向这个乌克兰的阵地接近 他还不被打掉 所以他一定有做投降的动作 另外我讲到 高阶降临阵亡 为什么会阵亡 大家看过一部片子 我想军事 大家可能看不懂 大家看过一部片子 叫《侏罗纪世界》 那个老板会开直升机 他就跟他的士兵讲说 你曾经打过波安战争 你有跟四星上将 开的直升机 带你去打仗过吗 他说没有 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对 随后就被 就被那个翼龙 被那个翼龙给撞 整个就摘下去了 然后整个侏罗纪公园的 指挥中心 整个崩解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乌克兰多大 60万平方公里 这么大 那他在这个基辅的 跟在克里米亚的 跟在乌东地区的 这个地方的乡 这个从这里到这里 900公里 从这里到这里 500公里 那请问这个战区 这一个局部的总值 大家想象一下 台湾是36000 所以它是你说多少 17倍 16多 17倍左右 对 那你看 这么远的距离 900公里 450公里 请问他怎么联系 他怎么联系 他的作战区的 总指挥官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 最大 我现在目前知道 里面最大的 在赫尔松这边被击毙了 最大的中将被击毙了 那请问 最后接管总战区 统合战略是谁 如果没有人做统合战略 那就产生一个 很可怕的灾难了 赫尔松这个地方 或者是这个 克里米亚这附近 或是这个 马力坡地方 状况良好 我就不断的向前攻 向前攻 那基辅这个地方 因为受到水攻的重挫 它就停住了 那它一直突进 一直突进 那这里是不是变成 乌克兰的军队 截断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勇敢的军队 向前猛进 为什么没有一个作战管制 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全面作战 因为在作战当局者迷 你在南部的 在东部的 你永远只看到 当前的战况 你看不到整个 乌克兰的景况 那么请问 这个整个战略 指挥的是谁 不知道 因为知道的人 都到前面变阵亡掉了 所以不知道 就变成说 各自为政 才会产生这个迷 这个 这位小兵 迷下 他到了前方 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选择投降 因为投降 可能比继续战斗 活命的机会还要高 好 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看的是 是不是俄罗斯这边 他也有好朋友要来了 之前看到 是小老弟车程跑了 可是呢 白俄罗斯他的角色 最近美国跟北约 都在警告说 白俄罗斯有可能会参战 这是什么样的讯息 怎么样来看 以及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来看 这个讯息 要怎么样来解读 是俄罗斯驻 波兰华沙的大使馆 出现了一些烟雾 在烧东西 他烧东西背后 有什么样的事情 正秘密在进行当中吗 怎么样来解读 休息一下 稍后来 你知道吗 西方制裁 造成了什么样的状况 俄罗斯境内 唯一一个战车工厂 因为缺乱惊 所以呢 战车生产不出来了 还有西方现在 他们的情知发现说 普丁正在跟白俄罗斯 讨救兵 那白俄罗斯 其实他们一直都没有 很明确表态说 对我就是会参战 但是万一如果说 的确他们参战的话 首当其冲 就是基辅 我们一起来看 瞄准前方的 俄军坦克发动攻击 精准击中目标 乌克兰军方再度 释出新影片 俄军在战场上 频频挨打 而战况恐怕 还会持续走下坡 位于俄罗斯第四大神 叶卡杰林堡 俄国境内唯一战车工厂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 受西方制裁影响 零件大缺货 金船已经被迫停工 战线补给出现漏洞 前线士兵更人心惶惶 欧克兰情报单位 曝光拦截到的 俄军通话内容 俄军士兵饱受酷寒之苦 多达五成出现 冻伤情况 战事陷入胶着 根据西方情资 普丁转向老战友 白俄罗斯讨救兵 美国和美国 谈论者和智能源 说他们看到 有可能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尽管没有正面表态 会出兵参战 但已放任普丁 把自家土地 当夹攻基辅的据点之一 如今盟友战况不佳 不排除伸出援手 动员派兵大约1.5万人 乌克兰民众高举国旗 站在白俄与波兰交界 希望挡住白俄物资不极限 就怕白俄参战 冲击乌克兰的首都保卫战 三里新闻 很宣布倒 请教小邦姐 白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参战 要怎么样去思考 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报道 白俄罗斯的部分 大概就是他们的总统 卢卡申科 因为是身为普丁的小老弟 他本人倒是非常愿意 在这场的战争当中 跟普丁一起站同线 因为跟普丁一起背靠背 对他来讲有好处 因为普丁他自己的任期 可以做到2036年 卢卡申科 他现在的任期 也在前一阵子的公投当中 他也可以做到2036年 所以如果支持普丁 对他来讲 现在是最大的利益 但是这对于白俄罗斯来讲 对于白俄罗斯的军队来讲 却不是这么样的想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白俄罗斯在三天前 他们才刚把他们的铁路 做摧毁 他们的铁路做摧毁是做什么 是摧毁白俄罗斯的铁路吗 不是 它是摧毁 因为白俄罗斯 有部分的俄罗斯的军需 跟俄罗斯的一些军用品 准备透过白俄罗斯运网 在前线的乌克兰的战场当中 给俄罗斯军队使用 所以白俄罗斯人 干脆釜底抽薪 我就把它炸了 这是三天前的消息 你认为说整个情势里面 我卢卡申科有这个意愿 可是基层其实是不肯的 对不对 所以基层干脆去把那个火车给炸了 所以总统你想要去帮普丁 门都没有 我干脆把那个火车给炸了 让你连想送 让你连想帮俄罗斯都没有这个办法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说 现在在推特上面 有一位白俄罗斯的军官 他现在干脆穿上乌克兰的军服 他录了一段影片 他说他要去乌克兰前线参战 他要去杀的是俄罗斯的军官 是杀俄罗斯军 这个也在我们在推特上面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讲到说 俄罗斯到底在战场的管理上面 在战场的控制上面 到底出了什么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有出现一段 这个是在尼古拉耶夫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由乌克兰的国防部 他们所公布出来的 他们所拦截到的一段录音 这个是俄罗斯的军官给俄罗斯的上校 我们刚刚听到的他只有讲到一点 说有50%的军队有冻伤 其实他说这个军官还讲了一点 他说这个比我参加过的车程的那场战役 还糟糕 俄罗斯在打车程的时候 是把车程关起门来打狗的那种态度 是在车程是非常非常残忍 用非常不人道的一个轰炸的方式 那但是他现在说 现在的战场上面俄罗斯的状况 是比车程当时他所遇到的情况还糟 然后还讲到说 他们俄罗斯没有办法疏散死者 以及第四点 他们没有足够的帐篷可以安置 还有最后 甚至于俄罗斯的飞机在自己的位置下投下炸弹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通讯内容 那我今天早上看到CNN的报道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基辅的附近 其实也有一些的炮击 那除了基辅有部分的民众 以及部分的军队 那他们也不幸上升 因为炮击而上升之外 有非常多的 包括在爱尔平 那有非常多的俄罗斯军队 他们也在这边上升 结果现在乌克兰军 是干脆弄了个大冰箱 就是冷冻柜 那他们就一一的去帮他们 做DNA的一个检测 那他们希望把这些俄罗斯的军队 把他们放到这个冰柜 那未来可以还给俄罗斯 这就是呈现出来一个 就俄罗斯在战场管理上面 我们通常是有伤者 你当然要后送到这个 这个后面的医院去 来接受治疗 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办法 前一阵子有个讯息说 是送往白俄罗斯 但现在这个讯息 其实也不确定 那更重要的是 阵亡的这些俄罗斯的兵 没有办法回到俄罗斯 所以要给各位看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 在过去的时候 在俄罗斯曾经参加过 就在苏联时期 包括打阿富汗 或包括打其他车臣的战争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些的妈妈 拿着他们的这个孩子的照片 然后当时在俄罗斯的 这个红场上面做抗议 现在这个很多的媒体 他们现在在预测 现在这在俄罗斯的内部也会发生 因为俄罗斯内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妈妈 因为俄罗斯昨天早上真理报 一个是停普丁的小报 他自己突然间在半夜的时候 那个画面 公布了这个死伤的人 加息归欢景 然后马上拉掉 因为他说死的是大概将近 那个数字是什么 9861 非常精确的数字 然后伤是伤16000人 这些不管死的 不管伤的 现在在俄罗斯的境内是不知道 如果一旦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你觉得这些俄罗斯的妈妈 不会像过去一样 拿着他们孩子的照片 然后要求普丁 你还给我儿子 你给我这个儿子 你让我的儿子去打这场 不必要的战争 另外一个更恐怖的是 今天早上普丁的发言人 他去接受了这个访问 我凌晨的时候 台湾时间 他说普丁认为在这场战事当中 他没有达成他预计的目标了 问题是当记者问他 那个CN的主播问他说 什么是你预期的目标吗 那个普丁的发言人 讲不出来什么是你的预期目标 然后第二点是说 他说这个 他还是在否认俄罗斯绝对没有打平民 可是在在显示 俄罗斯打平民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第三点 就是大家现在全世界所关心的 到底俄罗斯会不会用核武 那结果这个今天早上 普丁的发言人说 我们俄罗斯如果遇到了生存危机 那我就会用 哇 那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拜登 然后是不是要跟欧盟讨论 要把这个俄罗斯踢出G20 或者是未来这个 这个礼拜的G7的讨论 那或者是拜登到波兰 这个当俄罗斯普丁的发言人 说出这句话以后 全世界更要重视今天早上的讯息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明星相辈 他不是弄一个Z派对吗 说起来很多人都给我收拼 而且警方公布数是竟然说 有20万人来参加 可能是有一点点碰烘 灌了一些水 可是到底那一些出席的人 他们真实的心意是因为我听普丁吗 在这个讯息当中有两个 第一个是跟普丁一起 还有演讲的有一位俄罗斯 非常有名的所谓的性格男性 他的女儿昨天在美国接受访问 他说他简直不认识他的爸爸 他爸爸他完全被普丁洗脑 他认为在这个场上 场合当中有非常多人是被洗脑 甚至于是被动员到现场的 然后另外呢 我们在推特上面就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垃圾桶 然后垃圾桶旁边插了很多 这个不是法国的国旗 也不是这个其他北欧国家国旗 这个是俄罗斯的国旗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俄罗斯里面 我们看到英国国防部的报告 屡屡告诉我们说 那他要对于俄罗斯 普丁因为在战事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的不利 所以他们要在俄罗斯的内部 要控管他们的媒体 然后要进行大量的造势 所以呢 这个就是造势场合之后 我们过去在中国的造势场合 也曾经看过中国 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党造完 也是乱丢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普丁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形 所以普丁的洗脑到底还能洗多久呢 这个是值得看的 蛮困难的 要怎么样洗脑下去 我日记就过不下去了 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受到影响 尤其是越有钱的人 影响越大 我们来看到 这边是周普丁有三个靠山 其实不是真的三个靠山 三个很有钱的人 在俄罗斯里面 然后呢 三个有钱人 包括有最大民营的银行创办人 他说我反对 我不赞成打仗 这一个呢 他是聂业的大亨 叫波塔尼 他讲说 你这样子弄下去 我们的经济会回到 1917年 瞧贵起巴当进井的那个窘境 那这个是一个俄国的旅的这个创办人 那他讲说 我也是反对的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这一个 这一个他是俄罗斯将校协会会长退休高级将领 感觉是不是 他其实就蛮 他的意见领袖 他其实内容非常重要 叫伊瓦绍夫 伊瓦绍夫他其实早就已经公开讲了 不要打仗 他还劝普丁说 立刻辞职下台 我们不会再当一个忠诚的强力的 这个部门 来我请教慧珍 为什么这些人纷纷跳出来 其实当然因为当现在全世界在进行相关制裁情况之下 包括你讲说俄罗斯的这一些寡头的富豪们 他们光被压的不动产 飞机 船只 全部都是他们财产 都已经被蒸发掉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之前有一个就是Charles那个老板 他飞到特拉维夫的一个以色列的机场 结果你知道吗 他一到那个机场去任何地方 所有认出他的人都拿手机在拍他 就变成他有一点是变全民公敌 所以那个人就是 他本来都是穿着我们很讲究的衣服啊 名牌啊干嘛 就那天有一点像是过街老鼠 所以那个画面出来之后就有人就讲到说 你看他以前跟因为普丁而富贵这些人 现在真的是沦为过街老鼠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怎么可能还会继续去力挺普丁 他可能心里想说 我当时给你交好 也不过宰了这个几百亿的资产 现在一夕之间回到比我以前更凄惨的状况 所以确实普丁现在面临的状况是纵叛清零 那普丁现在对自己内部的 就是不信任也越来越高 包括他把他的一个情报头子 然后还有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据说因为人家现在西方世界 想要把国家安全局长来取代普丁的一个地位 所以据说他已经被他软禁起来了 然后还有他测换他身边所有相关 包括厨师这些一千多人都把他测换掉 厨师啊帮他洗衣服的女工啊 也都被换掉了 对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很怕自己会被人家暗杀 被人家毒死 所以显现其实普丁现在是真的是 就有点是把自己孤立起来 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 但是这个时候的普丁 其实是最危险的 因为他等于是变成是 他没有任何人情况可以相信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使出大绝招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最新的情况 就是说普丁他的克林米林公的发言人说 如果普丁认为他的生存遭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他不放弃所谓的一个核武的攻击 针对这件事情 其实美国白宫这边都说 那你这是太危险了 非常夸张 认为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或是有这样的谈话 但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普丁对于这场争议 真的有一点快要束手无策 那刚提到的白俄罗斯 现在他的兄弟 白俄罗斯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在整个欧洲那边流传的一段影片 那一段影片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3月19号的时候 白俄罗斯下令 所有的大使全部都离开乌克兰 那因为这样的举动被人家认为说 白俄罗斯有可能要参与了这场战役 所以你才会把你的大使撤离 离开乌克兰 结果其中有一个大使叫索科尔 他进入到一个边界要离开的时候 结果你知道吗 竟然是有一个乌克兰的士兵 从桌上拿出了一袋黑色的袋子 并把他同胞给他的30枚银币 放在黑色袋子里面 拿给索科尔 就是那个大使 跟他说我们国家边境局长 瓦西里耶维奇将军下令 要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拿回去给你们自己的负责人 就那个人说这是对你的命令 这不是对我的命令 你知道为什么是30个银币吗 这是个引述于圣经故事 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 是因为这个30个银币来背叛耶稣的 所以换句话说 他用这个东西来告诉你 你白俄罗斯即将要来出卖我们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在整个乌克兰 还有他们相关的国家里面 会觉得说 天啊你白俄罗斯 竟然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刚刚小方姐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其实白俄罗斯 他的一个领导阶层跟他下面的一个 所谓的平民百姓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CNN其实昨天 去访到一个大概十几个人的小组男生 全部都是客枪实弹 对他们说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晚上 我们要即将过那个边界 我们要去协助乌克兰打仗 所以他们的国家准备要下令 就是去帮俄罗斯打乌克兰 结果他们平民是自己半夜 跑到乌克兰说 我们要去帮乌克兰去打俄罗斯 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我的家 我的家人跟那边有很大的一个渊源关系 所以你就知道 因为普丁的一个人野心 其实把这个东欧这几个国家 全部都牵扯在里面 而所有的平民百姓所面临的 其实是手足或血缘相残 还有一个状况来源之我请教 我们可以看到是 当俄罗斯处心几率 我要灭掉谁 我就是要灭掉泽伦斯基 可是已经前面 曾经有透露出的讯息说 十几次都是失败了 他们这次又派了一个是他们的FSB 就是俄国的国家安全局 派了一个小组有25人的暗杀小队 可是不好意思又出师不力 他们又再度的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还有其中 就是说内部的反战分子 我就是不同意你的行为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的行动 所以我去跟另外一边来做通风报信 来源之 这就是因为他失出无名 所以而且很多俄罗斯人 其实他有很多亲戚都是在乌克兰的 所以其实要他们去打这场仗 他们也是千百个不愿意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 不然你刚刚讲这不是第一次发生 之前也有传出来说像车程的有个部队 也是一万人要进行暗杀任务 也是进去之后 也是俄罗斯那边有反战分子 把消息告诉乌克兰 乌克兰就把他们灭掉 所以那个战争之王很快就正亡了 就正亡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层出不穷的问题 所以现在今天刚刚那个有提到 就是说俄罗斯如果久攻不下的话 他们不排除会用小型核武 那这个核武可能是 他的炸弹可能是不如原子弹 爆炸力那么强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威嚇力 但我觉得那个执行这个任务的 俄罗斯人他真的敢去发射这个飞弹吗 他们按得下去吗 就是说他们真的会去听普丁的话吗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怀疑 可是我觉得普丁现在 他是到一个骑虎南下的地步 就是说他到底该怎么收场的问题 我不认为说他会自己忽然承认说 他没有打下来 然后他就和谈退 不可能 因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 对他制裁是非常严重 譬如说美国拜登就直接讲 他说战犯 战犯这两个字很可怕 这两个字是要面对战争罪的 自古以来历史上面 好几个被认为是战犯的领导人 最后都死亡 比如说德国纳粹 有14个领导人 最后都是战争罪 就是直接死刑 然后还有南斯拉夫的总统 一个前总统 他因为发动了三场战争 后来在海牙国际法庭的拘留所 离奇死亡 就是说这些事情 会让普丁觉得背水一战 好像就是我一定要向前冲 但普丁现在面对问题 就是内部的问题 就是说他那些 跟他以前支持他这股力量 还会不会支持下去 他的情报单位跟他现在不合 他的很多经济上面的 他的盟友 现在每一个一个都面临到 被制宅的问题 总共有三十几位寡头的 就是跟他的一些朋友 在国际上面 有一个国际反贪腐组织 已经追出来说 这些人4900亿的资产 而且资产全部被冻结 房产游艇什么都不能卖 那这些人会不会去跟普丁翻脸 还有就是国内的人 他们的人民反战这么的强烈 所以普丁现在 我认为他是寝食难安 尤其是他看到这么多他的 不管是前线作战 很多司令也被斩首 他难道不会非常害怕 那会不会做出更激烈的活动 这个就其实是大家担忧的 来 国生老师要补充 这个普丁如果真的用核武 那第一个就打破了 二次大安之后世界的竞技 他用核武 当然如果用小型的核武 可能在前线会有一些局部的效果 但是对那些其他部队来讲好了 那其他部队就想 我干嘛还继续打 对不对 赶快上面核武丢丢 前面的军队 乌克兰的敌军消灭了就好了 刚好也是影响到他们的事情 对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所以这种东西不能够随便乱用的 像美国以前去打越战 越南也没有核武啊 对不对 打韩战 北韩也没有核武啊 可是都不敢随便用 苏联共产主义统治的时代 这么嚣张去打阿富汗 阿富汗也没有核武 他也不敢随便乱用 就是因为这种副作用太大了 刚才提到说还要拉白俄罗斯 那白俄罗斯现在现役的部队 他没有海军 陆军要空军加起来不到十万 还不到十万的国家 你现在拉他能出多少兵 对不对 俄罗斯三军至少接近一百万人 现在如果说需要动到白俄罗斯出兵 这个不到十万的 老实说 这个对他自己本身的士气 就是一大打击 而且这么俄罗斯全国去打 尚且都不能加一个白俄罗斯 又有什么用 对不对 而且对白俄罗斯来讲 我打这仗干嘛 我能分到什么 我要去做是干什么 你说普丁呢 他说他要继续连任总统 像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 他已经连任已经OK了 他不需要再用任何事情 去巩固他的权威了 然后这个乌克兰被打下来 白俄罗斯能分到什么 这个白俄罗斯 他不需要增加变异数 而且我希望他看看车程的那一个总统 他应该知道说 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选择 白俄罗斯的总统自己连任了36年 他的统治比普丁还不得人心 所以他自己如果说现在还笨笨的说 要带动员他的人民去打这场 根本分不到任何东西 不要讲国际正义的战争 那是自取灭亡 所以我相信他只要头脑还清楚一点 他应该不会答应普丁 顶多就是说提供一些协助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不可能出兵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俄罗斯常常挂在嘴边说 不排除动用核武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讯息是这个样子 乌克兰指控说 俄军抢走了 我车磨比核电厂被你占领之后 实验室被毁了 据说还抢走了放射性物质 将军你觉得他们是为了什么 我先跟大家讲使用核武 其实不是大家想象 按钮一按就发射 其实使用核武有几种投射的方式 你核武只是一种武器 可是如何投射 你的载台是什么 第一个前就是颈射式 它是一个飞弹颈 从地到地 这叫做导弹式的发射 第二个就是由车载来发射 但这两种都会被卫星监控到 你有任何的动作 准备要发射都有前兆 所以那个可以预防 第二种叫做什么 叫做舰载 它是在船上面的 船上面的整个卫星也可以抓得到 其实最难抓是什么 潜射型 就是它是在潜舰里面 由海里面打上来 那是抓不到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在俄罗斯 也被删除了 因为整个黑海 达达尼尔海峡 都已经封闭了 你的潜舰怎么进来 所以说你要从核弹 飞过土耳其 飞过这么多的国家 大家也会恐慌 也会拦截得到 所以大家现在想到 它所谓的核子武器 动用核子武器 是不是在现地造一个核弹 直接爆呢 对 这也是天方夜谭 你要用核电厂里面的元素 在核电厂里面造一个核子武器 让它自己爆炸 那只是卡通里面才会演的 或者是金牌特务才会出现的 正常的科技是不可能这样做 但是它可以造成恐慌 它说我在车轮无比的核电厂里面 我把这些元素 这些原料偷窃 拿出来之后 我虽然不能造核弹 可是我可以造成核能外泄 我可以造成核污染 虽然没有核爆 没有核震波 没有核辐射热的时候 但是核污染我可以造成 所以说其实它所谓 不排除动用核子武器 其实是包含了 它用人为的方式 造成核色线的外泄 核污染 但是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为什么美国一直在 一直在放这个消息 就是连这个核污染 都不允许你做 我想这边的话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 我们一定要想要这句话 那如果说今天 不管它丢核武 或者是这一个核子外泄 其实这一点是犯了 俄罗斯我们讲兵家大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今天 是把这些核子外泄 都外泄出来了 可是我自己的这一些 我在乌东的部队 会不会受到核子污染 会啊 绝对会啊 同时是这一场战争 最一开始 普丁他要的是什么 是乌东地区 我要这些独立国家 这些国家独立了 支持我 甚至是乌东人民 对我的人心的一个支持 理论上一开始发动的时候 普丁是说 因为乌东这边 跟我这个俄罗斯 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宗教 同样的习俗 所以我们要来保护他 我们要让他们独立加入我们 可是如果你这个核弹 一炸下去的话呢 或者是核子一外泄的话 今天乌东的人民还会支持你吗 我也可能水不能喝了 食物也不能吃了 这一些所有的东西 都会造对我 造成相当大相当大的 也不要说乌东而已啦 他们其实那个边界接壤 其实就在街边而已 你俄罗斯不会受到影响吗 也会嘛 就绝对会 甚至是今天如果我使用的话 那我白俄罗斯会不会也受到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刚刚为什么白俄罗斯 他有可能会要参加这一场战争 我们有这么多的新闻出来 主要是因为白俄罗斯 在过去地缘战略上面来看的话 他的北方刚好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这三个国家加入北约了 旁边是波兰 也是北约了 如果今天乌克兰再加入北约的话 那他完全被北约国家给包围 这个是白俄罗斯 为什么有可能会比较支持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他现在 他有可能会去出动实际的部队加入参战吗 这一点我是打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因为现在先不出他兵力 这个感觉就好像当年二次事业大战 二次大战的时候 希特勒不是派了这个沙漠之湖 要去帮莫索里尼去帮意大利部队吗 可是我们都知道 意大利的那时候有个笑话 说如果意大利人要来打我们的话 我们只要派五个小部队去见面他就好了 但是如果意大利人是要当我们的盟友的话 那我们要派五个师去帮忙他 打回其他的敌人 所以其实现在白俄罗斯的部队 如果跟俄罗斯混编的话 他可以去发挥战力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你自己俄罗斯 可能你的部队你的人马 都已经有指挥上问题了 再加一个外援 这个外援能发挥多少的角色 就是因为我会转发挥战力量的队伍 就过了 那就果然是判断的 一定是判断力量的